跟我們身體健康很要緊的大事 要來講這個中華管政府 在100-800年的時候 就來定定三年間半 六年進度C型肝炎的結尾 今年說中期的核心 再來結合到八分之一 希望透過檢查 可以找出更多的時間環節進行治療 會合政府關注C型肝炎的建設 中華基督國病院 今年將動完八分之一 專門進行C型肝炎的檢驗 正合醫療提供的所有主要 進行各方限作為的檢驗 安排一條龍的檢查和治療服務 保障個案接受治療的環節 我們已經成功的抓出了 這個1354 1354位的陽性的新鮮患者 並且大部分患者都做得很好的治療 而且他的治療費用是由國家來付 而且大部分患者都沒有 很不舒服的一些變化症 那今年我們這個也響應了 雖然在疫情期間 我們承諾我們的目標數 要能夠達到一萬兩千三百位 本來就訂了三年減半六年根除 那現在速度都超前 那特別我們現在針對我們的糖尿病跟腎臟病 這個是比較風險性高的這個鄉親全面來做篩檢 那就臟機的部分有六萬多個這個患者 那他們已經篩出了四萬多人 也篩出了剛剛講的有問題的一千三百多位 在做治療實際上篩出一千五百多位 那現在呢 治癒的狀況有到百分之八十七點三 衛生局強調 看病是臺灣人的狗兵 看病更是感染十多死因的第二位 其中死性感染的病毒 是引起看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和由負合太檢測的民眾 擁有接受檢測 除了檢測免費 若是需要治療 檢測也會全佈支付 大專心不安聽像中華 才很不得